中国的体担神力近些年表现还算不错,在游泳项目,之前孙杨已经备受关注,进来的雅加达亚运会,徐嘉宇利·雅孙杨夺得五金,这也让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,毕竟是中国亚运会代表团的多金王,而且徐嘉宇只有23岁,所以成为泳团当之无愧的孙杨接班人。 虽然徐嘉宇夺得了多枚亚运会金牌,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偶像包袱,非常发托可爱,进来,徐嘉宇展出自己跟唐燕的私信内容,从17号起,他连续五次给唐燕发私信,还说自己特别喜欢唐燕,希望被反排。 昨日,唐燕在他的微博下面评论,加油,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字但是也非常前呢,记得之前就有个运动员喜欢唐燕,唐燕也是给他加油了,还鼓励了他,可见唐燕还是非常受欢迎的,徐嘉宇喜欢唐燕,是因为觉得他很萌很可爱,一点也不高冷。 但是有网友却认为唐燕没有礼貌,并评论道,至少说个谢谢吧,只是粉丝,徐嘉宇也没说,让唐燕怎么怎么样,喜欢唐燕,但是他处事的情商真的是硬商,但也有网友认为唐燕不是单身,这样做的对。 并评论说,有勇无脑,一点没有情商,拿了金牌就可以这样吗?别人又不是单身,就算发了,也不要公布出来吧。 有网友觉得亚运会冠军跟明星是不能相起并论的,因为冠军是国人的骄傲,而明星只是供大众娱乐点评而已。 徐嘉宇就主动表白唐燕,是自降身价,根本没有必要,而且唐燕还是有朋友的人,他要是热情回复徐嘉宇反而不好,但也有网友觉得亚运会冠军也是人,也有真心的权利与资格。 跟所有人一样,他们日常生活中,也是可以做普通人做的事,这是他们的权利,亚运会冠军得主徐嘉宇表白唐燕,唐燕回复两个字被媲美礼貌。 你觉得唐燕回复嘉宇两个字,太没有礼貌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